今天公布的两份最新的民调 侯友宜都是调车尾 第一份这个网络民调零传媒的部分 瑞德哥先帮我们一起来看 这一份赖清德37.76% 还是稳居第一 不过柯文哲首度这个民调 他是冲破三成大关 来到31.29% 真的没有看错 这是柯文哲的民调 那么侯友宜跟他上一次 这个零传媒的相比 稍微微幅上升一些 不过只有21.87% 他跟柯P两个人差了10% 差一成 现在连人家第二名的车尾灯 都快要看不到了 瑞德哥 事实上网络民调 零传媒的网络民调 跟一般我们所认知的网络民调 有点差异 差异在什么地方 并不是说直接在网络 然后我就随便点进来 就投票 有些甚至于还没有锁IP 锁IP就是你一个上网的这个IP 这个媒介呢 一天只能点一次 甚至于这个话题只能点一次 那这样的话会比较准一点 那么可是问题是 有些像林传媒他们会比较这个等于说严谨一点 但是呢 网络民调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柯文哲因为在年轻人的支持度上面本来就比较高 所以在网络民调上面呢 他就稍微高一点点 那当然这是第一次突破的三成 到了三成一 那么这个赖清德37点多 所以不管是什么民调赖清德还是呈现这个领先的 领先的这个趋势 不过他有他的危机 他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四成的那个关卡 没有办法甩掉另外两个这个落后者 虽然他赢了很多了 但是还是不够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柯文哲的民调呢 其实他上上下下上下 是受到所谓的侯老三的影响 为什么 听说那个老三便当卖得很好啊 你知道吗 经过这样以后买得很够好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说要去吃侯有你头款的便当 那个做生意的人要学习老三便当的老板 你知道吗 听说很有知道老三 有人会不高兴 有人会不爽 结果没想到他将计就计 然后呢开发了一些东西 有生意头脑不错 侯友宇应该去学习老三便当的老板 人家有办法把这个本来被调侃的东西 变反过来变成一个有利于他自己商标的一个东西 跟生意的东西嘛 你要去学习人家的优点 那你可以发现侯友宇看起来 你没有觉得最近侯友宇看起来好累 人家说政治人物呢 面向当然是这个参考的一个标的 但面向不是说你长相长怎样 你就会不会当选 生意没关系 大家可以看出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有光有亮 有信心 然后呢有决心 而且你是非常开心 侯友宇有吗 没有 你觉得他好像很累 他好像很烦 好像很疲累 然后很烦 什么事情这样 你从他的面向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他个性一定很急 为什么变成这样 所以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归根结底 都是来自于侯友宇 我注意到了今天这两个民调公布 不要忘了这个两个民调之前 也有两个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内容一模一样 民调的那个内容一模一样 但是呢 是分不同的时间所做的 结果一个比较好一点 二十出头 一个就是十八点多的那一个 所以你就知道 那么事实上已经有四个民调显示 侯友宇稳居第三名 这才是你的危机 什么叫稳居第三名 你跟柯文哲 你被柯文哲给拉开了 你知道吗 慢慢慢慢的真的拉开了 那当然柯文哲会拉开的原因 除了侯友宇自己不断的这样自爆 处理不好 首当其冲 这两个礼拜以来 当然是板桥幼儿园的事件 他真的处理不好 他没有处理不好 他干嘛去政大道歉 我问你 你没有处理不好 你干嘛道歉 如果你幼儿园没有问题 你干嘛第三天就把人家废除 他的一个相关的这个职业登记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要你要赔 你知道吗 赔人家的商与损失 你都还没有这个 等于调查清楚 你就要赔嘛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问你 如果你够积极的话 你会让人 到底是谁 有机会去动手脚 那个录影带 在可能案发的时候 我问你 没有问题 为什么录影带就目门其妙 这不是跟洪中秋当年的事件一样吗 洪中秋当年的事件 不就这个样子吗 所以你会起人移动 洪友宜所这个上司的相关的妇女票 尤其把中间选民 在这次民调里面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他大举的上司的相关的妇女票 因为你的态度 那么去年的恩恩爸爸案 你就是用这种态度 但是你欺负的是恩恩爸爸 他们家人 可是今天这一次 你欺负的是板桥的一家人 一堆人 我再重新讲一遍 如果你处理的真的像洪友宜 你讲的那么好 一个月了 家长不会是这个反应 家长会是跳出来在网路上帮他护航说 你们不要这样讲 侯市长 侯市长多帮我们 我们都不需要掌握 那个民意党的立法委员 还有这民意代表 议员 然后也不用去验毛发 他所有的一切都帮我们做好 我连我们的孩子们 这个幼儿园被废除了 然后被必须送到哪里去 多帮我们想好要到哪里去 我跟你讲了 我这几天对不对 感慨非常深刻 为什么 因为他早来 他早来 那么家长们 那么不让要有肩负权的家长们才能进去 不让其他的家长进去的那个举光国小 我两个孩子都读那里了 我其中一个孩子就读举光国小的公立幼稚园 办得非常好了 但是生多周少挤不进去 才要去挤私利的贵的药子 然后尤其是双语的幼儿园 花每个月还要花那么多钱 结果搞了半天大家心急 你不是只有靠这个所谓司法调查而已 你还必须要去行政调查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行政调查 一边调查之外 你还要来安抚 我就说嘛 一对一的这个对家长的安抚 如果有用的话 那为什么今天家长会 大家心慌成这个样子吗 你我都有可能去年 恩恩爸爸案爆发的时候 我就说 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爽 跟不安 为什么 因为我也可能是安恩爸爸 为什么我们当新北市的家长 要遭遇到这样的新北市政府的这样一个对待 这些人同一票人 今年又发生在这个处理相关的事件 你有处理好吗 你不要现在回什么 现在回1999有没有打电话 四月到底怎么样了 家长也是四月底去验这个相关的巴比托 出来的嘛 大家会害怕的原因是到底巴比托是怎么来的 这还是大家的重点嘛 你现在在做政治操作 你现在在说民进党这些人都是1450 都黑不说啦 都提供的 你好友 他跟新北市政府有做好吗 为什么这些妇女票会因为这样 难道是因为听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些民意代表了 出来讲一讲 他们就全部都倒向那边 倒向不支持你 不是这个样子嘛 为什么 就因为你没有处理好嘛 你单单面临这件事情 你的态度是这样 本来还不愿意来议会报告 所以你就相关你的态度嘛 那我看到很多人还在讲说 看了国民党内部民调说 现在还有机会 现在还来得及 听到这句话 我卡不得掉 你现在就不要想选了 倒是有一件事 倒是那么郭台铭 记他前几天的动作 跟年轻人之外 到大学去演讲之外 今天在脸书 公布一个东西 他要邀请AIT的处长 孫小雅一起对谈 臺灣一起说得很難听 说得很简单 所以有三点 说得很简单一点 就是臺灣的和平 很简单 就这样嘛 人家的动作是这样 中规中矩 放在国家大政 你连好好做事情 让家长好好贵 你都办不到 那你要怪谁呢 那你把这一切往脏水一泊 全部都是政治操作 你看这些精心害怕的 这些那么为人家长们 还有新北市的这些中间选民们 他们会买单 会接受你这样的辩驳吗 侯市府现在是幼儿园 这个胃药案 胃药案没有处理好 也导致侯友宜 整个选情 很多人已经用崩盘来形容 连续四五份的民调 都是最后一名 甩不掉老三的魔咒 我们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看 全民风露营 一起享受大自然 我都专门挑亲子录音区 白天可以让小孩去放电 晚上继续放 我都不去